這邊 你看 你現在用這邊來拉它 你看 所以用這邊的話 手肘是不是就往下了 被往下帶 被往下帶嘛 我現在要你這個 所以你是用這個的話 你的手肘是往前走的 你看 是往前走 然後這個也會往前的方向被帶 它會被拉過去 可是它是鬆的 有沒有 你摸摸看 它是 它是這個樣子 它是這樣子被 這樣被帶動 而不是這個 就是我們跟老師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對 我又是往這邊嗎 對 這樣會倒 直接啟動 就是手肘 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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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像有往前 是啊 因為它被拉 跟你剛剛不曉得不要往前走 我不要你伸 我不要你做這個 不要去做這種的關節活動 就是這樣子 你看 或者 我如果不要動 動的話 你摸 我都不要動 我的力量就在這邊喊著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好 走 走 走 錯了 收掉 走 你看 你的啟動點在後面 翻 好 走 對 對 對 你在哪邊 你要 你要感覺得出來 你的啟動點 啟動點在哪邊 鬆掉 來 你來聽它的 對啊 你來聽它的 你的手這樣放著 走 鬆掉 走 它的啟動點 它啟動點在哪 對 你在哪 對 你有處理嗎 你可以先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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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 走 應該一直在下面 你要確定嘛 不要應該嘛 你 你 你感覺到的是什麼 可以 就是你可以一直收放 收放 靈敏度太差了 你停一次就曉得了 分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分 分 分出來 你來試 我來摸它 你來摸它 好 所以你們對自己的感應 覺察 跟對別人的 它是什麼在懂 它是 一直在運動 它 對 你現在是在生 你不要生 你不要生 是驚動 是驚動 這個手放在這邊 可以插接它的下 它有一點在拉 它啟動 它啟動在哪邊 下面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是 所以你說我這邊也很近 對 可是你是因為被它 被它拉 推 推過來的 所以要從這裡開始 對 對 對 就我剛才講的 我們一般是用大肌肉去 去牽引小肌肉 現在又用小肌肉去牽引大肌肉 沒有 沒有 這根筋 這根筋連的是往 這根筋連的是往這裡走 是往這裡走 這根筋 有沒有 這根筋很強 是往這裡走 你看 這根筋是往這裡走 有沒有 接到這個筋 如果這兩個沒有接在一起 為什麼下面動 下面也會 因為你下面在推啊 你的關關節 你的關節有 有在動嗎 關節被推開 它就會 它就會變長 可是我要你啟動點在這邊 對 這邊啟動 跟下面啟動 這是小肌肉啟動嗎 然後就是這樣 你這邊一啟動 你這邊啟動的時候 肩膀死了 這樣會動 我們小肌肉啟動的話 我小肌肉啟動 我小肌肉啟動 其他關節都是活的 你大肌肉啟動 大肌肉啟動 一動死掉 你就做不出來 我們上禮拜講 講的那個腿的那個 腿的螺旋力 這樣 這樣不懂 腿在做螺旋力的時候 腿在做螺旋力 用的跟手這個 概念是 方法是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 你手不會的話 我想你的腿 你的腿也不會 這樣不懂 腿還是一樣 比較厚 對呀 對呀 哦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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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